故事发生在1870年 这一晚在一家私人诊所 女护士正在给抑郁症患者珍妮读历史书籍 珍妮正听得津津有味 又能打着灯进来就提示护士 差不多到点了 也该睡觉了 珍妮也用眼神央求着护士 明天一定要过来陪我哟 护士答应着也就离去了 大概20分钟后 诊所的人也都睡下了 只见黑暗中一个神秘人拿着剃刀 悄悄的来到了珍妮床前 刚拨开珍妮的被子 打开刀要动手 珍妮听到声音醒来一看 就被吓得赶紧本能的翻窗往外跑 在外面亮亮呛呛的跑了一会儿 刚趴到水池边喝口水缓一下 神秘人现身直接狂统就带走了珍妮 完事后神秘人就返回到了房子里 管家出来查看了一圈 啥也没有找到 反而上楼刚要向沙拉夫人反馈信息 管家就被沙拉的丈夫罗医生数落了一顿 刺着护士来珍妮房间 看到掉落的书本碰巧罗医生也来了 护士就问珍妮人呢去哪里了 罗医生一听 珍妮的抑郁症好了 所以她就出院了呀 护士就纳闷了 昨晚我和珍妮还有约定呢 罗医生说 珍妮的亲戚来了 把她接走了吗 就这么简单 用人也过来圆场 是我的错 我刚刚早上忘记把这个事告诉护士了 见两人口径一致 护士也没什么要问的了 之后用人护士常规的来照看精神病人雷迪 刚聊了两句稳定了雷迪的情绪 听到楼上有一声怪异的声音 仿佛触发了发病的按钮 雷迪瞬间抓狂起来 情绪激动 还好男助手过来帮忙把雷迪锁在了床上 罗医生再赶来给雷迪打了镇定剂 也算控制住了 见罗医生上楼去刚刚那个声援的地方查看 护士跟着也想去 就被男助手背后叫住 您刚刚来还是做好本职工作吧 另一边一个叫吉娜的女子 正在和丈夫乘着马车赶路 吉娜就要求着丈夫都赶了几天路了 也太辛苦了吧 我们不如找个客栈先洗个澡 来个二人世界私密空间的活动吧 你我肯定会很舒服的 丈夫听后就微笑着拒绝了 因为地是更不完的 还是尽快赶路吧 话音刚落 前面的马就停住不跑了 吉娜的丈夫下来检查一看 原来是车轮子故障了 见丈夫嘟嘟囔囔的要求自己下来帮忙 下车后稍微思索了一下 吉娜直接拿棍子敲了两下 把丈夫打晕了 这时受惊吓的马也直接带着马车跑掉了 显然吉娜和丈夫的矛盾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一个看似突然的行为 其实酝酿了很久 走了一段路 吉娜就发现前方山洞里好像有人在干嘛 上前偷摸的潜伏着看着 原来是罗医生正在挖坑 准备把珍妮的尸体给埋了 怎么说难道前面的神秘人就是罗医生吗 你猜猜吉娜怎么着 眼见天也亮了 吉娜就出来躺到了山脚下的必经路口 装作迷路人的样子 罗医生过来一看就把吉娜拍醒后 再检查一番就说 还挺巧的 我就是个医生 先到我的诊所住两天调养歇息一下吧 吉娜一听 那太感谢您了 明知道罗医生是个杀人犯 还主动跟着要去 您琢磨一下吉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到诊所常规的熟视一下沙拉 沙拉就让护士带着吉娜去了客房 晚上沙拉就质问丈夫了 你把这个陌生女子带来干嘛呢 她又不需要治病 罗医生一听 我发现的时候这女的都没有意识好吗 难道我不救吗 沙拉听后 你有没有对人家动手动脚呀 罗医生也火了 我做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吗 两人再抹抹嘴也就这样了 晚上佣人也过来提醒吉娜 差不多该睡觉了呀 吉娜梳着头回应 我又不是病人 我是客人呀 想几点睡就几点睡 听到楼上怪异的声音 吉娜问怎么回事 佣人一想 你不是想几点睡就几点睡吗 说了一句晚安就离去了 这里要补充一个细节呀 为什么整个场景有点黑呢 并非是什么摄影技术的问题 开头也说了 故事是1870年嘛 想想吧 那个年代连电灯都没有 可不就是黑不隆东的嘛 总听到有脚步声 吉娜就拿着油灯出来查看 走了一会儿就吓得吉娜自己都害怕了 跑回房间 吉娜就关上了门 这时只见门锁被打开 雷迪突然进来 拿着玻璃就想攻击吉娜 还好吉娜躲避着尖叫 听到声音护士过来救援 安抚着 护士就用信任拿走了雷迪手上的玻璃 众人再赶来 雷迪也就清醒了过来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雷迪就懊恼的哭着 也是防止雷迪再犯病 罗医生就让男助手把雷迪关到了牢里 次日晚上洗完澡 吉娜又听到楼上有一阵怪声 这次确认没有听错 声援就在自己房间的上面 吉娜就来到三楼的房间打开门查看 进屋剑点着灯肯定是有人的 在转头只见壁炉旁一个人说着 你想干嘛赶紧出去 吉娜刚说了一句对不起 只见对方一转身露出树皮一样的五官 吓得吉娜直接晕倒了 事后吉娜被用人救到床上苏醒过来 罗医生就给吉娜下了最后通牒 没有人允许你上三楼到处瞎逛的 明天早上你赶紧离开吧 听到这话示意用人出去 吉娜想和罗医生单独谈谈 也不想装了 吉娜就透露了自己的小心思 就是想敲诈罗医生 吉娜说罗医生你前天在山洞里面 埋真泥的情况我都看到了 躺地上的我都是故意的好吗 罗医生一听行吧 您要多少钱呢 一听吉娜要五万英镑 我靠这干一辈子也臭不了这么多钱呀 罗医生就说我考虑一下吧 吉娜一听您慢慢考虑啊 实在不行肉肠也可以的 和杀人犯我还没有做过呢 我靠吉娜这话一说 感觉吉娜这股骚劲啊 从1870年直接传到了2022年我这里 你们闻到了吗 后半夜 沙拉出来上厕所 直接被神秘人拿蜡烛台偷袭了 众人听到声音就过来把沙拉拯救了 索性的是伤势不是很重 那现在诸多的疑问来了 这个神秘人到底谁啊 感觉罗医生和雷迪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还有那个三楼的五脸怪又是怎么回事呢 晚上神秘人又是趁吉娜熟睡后 拿剃刀偷袭干掉了吉娜 次日护士端着早饭过来见状 被吓了一跳 再叫来罗医生 护士觉得这个情况必须要报警了 罗医生眼见说服护士保守秘密也很困难 就把护士带到书房 科普了自己的小故事 罗医生说那是几年前一个秋天的早晨 那天吧也是我和沙拉大喜的日子 当时看到门口来的马车 我和沙拉都很开心 因为来的正是沙拉的妹妹劳拉呀 妹妹能来参加我们的喜事 我们俩都很高兴 我沙拉还有劳拉 我们三人又是荡秋千 又是游玩 晚上又是打牌 可是这种开心仅仅就持续了一天 因为第二天我带着沙拉和劳拉来看正在建造的诊所 就出了一个意外 当时我正在高处向劳拉介绍着诊所的构造 劳拉手也抓着围栏的绳子 也不知道怎么的 劳拉一个重心不稳就跌落下来 掉到了下面的石灰坑里 现场人员虽然及时把劳拉救上来 可是面部还是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 受医疗技术的限制 劳拉命是保住了 脸却毁了 哦哦原来三楼的五脸怪是沙拉的妹妹劳拉呀 听到罗医生讲到这里 护士心也软下来了 行吧为了诊所的名声 我也就不报警了 刚说完助手就过来对罗医生说 雷迪发疯从牢房里逃跑了 怎么也找不到 傍晚一个意外来袭 雷迪越狱后又跑回来 在二楼割腕自杀了 罗医生见状又是说服护士 这也是个好事啊 说明神秘人不是雷迪 我们当中排除了一个凶手 晚上吃完饭 罗医生就感谢护士的信任 握着护士的手 罗医生说 诊所接连发生命案 护士多亏你让我有了安全感呀 护士一听不可以吧 要是被沙拉夫人看到的话 罗医生听后我才不管呢 沙拉整天怀疑我 让我过得很压抑 边说着 罗医生就和护士亲吻了起来 恰巧这个场面被沙拉过来看到 沙拉就气愤的跑出去了 罗医生见状赶紧下令 管家用人难助手 把沙拉去给我追回来 于是大家就拿着火把 在外面寻找 而这时神秘人又来到了护士的房间 拿剃刀要带走护士 护士察觉后就拼命的反抗 两人打斗中 无脸怪劳拉就过来阻止了 劳拉说 沙拉差不多得了呀 你这个连环杀手 这些人都是你杀的呀 几年前不就是你恶意 松掉了围栏的绳子 导致我跌下去毁容了吗 我就是第一个受害人好吗 沙拉一听就说着 不可能的不是我干的 说完就跑了 跑到四楼无路可去 再看着下面的大家也无脸面对 沙拉纵身一跃掉到地面 摔个半死 罗医生过来把沙拉扶起来 只有一口气了 故事也该结束了 您交代一下 您这个动机是什么呢 沙拉虚弱的说 都是我干的 开始呢 我是嫉妒我妹妹 她方方面面都比我好 后来的珍妮吉娜护士呢 我就是觉得 她们都比我年轻漂亮 我感觉终有一天 她们会把我的丈夫抢走的 于是我就杀了她们 说完沙拉也就挂了 次日为了迎接一个全新的生活 罗医生就带着护士乘着马车 离开了诊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